大家好,我是Mary 今天來跟朋友們分享口水雞的做法 平時呢,喜歡用三黃雞或者是小母雞 肉質比較鮮嫩 今天家裡的食材剛好是有三塊 代價的雞胸肉 那我們就用雞胸肉來做這個口水雞 是一樣的 雞胸沖水清洗乾淨 撈出來備用 下面我們準備 蔥段 薑片 花椒 1.5茶匙的鹽 大鍋燒水 把蔥段 薑片 鹽 放入鍋中 加入料酒一大匙 把洗好的雞胸 放入鍋中 大火燒開 燒開以後 加蓋 立馬轉小火 小火燜至25分鐘 這時候呢,我們來準備調料汁 準備 薑碎 薑碎 蒜碎 蔥花 少許的辣椒粉 或者是辣椒碎 少許的花椒 接下來我們準備 接下來我們準備一個小碗 三大匙的冷水 頭抽醬油 一大匙 鎮薑香醋 一茶匙 糖 一茶匙 鹽 一茶匙 香油 兩茶匙 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加少許的辣椒油 調味汁 就準備好了 待用 這時候 我們煮的雞翅 時間到 我們把它撈出來 立馬 放到龍水當中 靜置十分鐘 撈出來放在盤兒中 待用 下面我們來 準備花生碎和熟芝麻 家裡沒有花生碎 我就用花生米 炒香了以後 把它碾碎 做成了花生碎 順便說一句 炒花生的時候呢 當你聽到 不劈啦啪啦響的時候 這時候 花生米就炒好了 把它碾碎的時候呢 你可以放在一個塑料袋裡 然後用擀面杖 敲打 把它擀碎 像這樣敲打 碾壓 最後把花生皮 去掉扶皮 我們的花生碎 就做好了 備用 下面我們來炒芝麻 芝麻 一定要小火 慢慢炒 千萬不能著急 炒的時間比較長 需要點耐心 芝麻炒香了 炒至金黃 盛出來待用 這時候我們鍋裡 放上油 蔥花爆香 加入蒜末 姜末 放入 事先準備好的 辣椒 茜 花椒 花椒也可以用 花椒粉來代替 把它扁炒 扁出香味 這時候我們把事先的調料碗 倒入鍋中 這個炒製過程呢 時間不要長 大概 三十多秒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就出鍋了 放在碗中備用 這時候我們靜置在水裡的雞胸肉 該到時間撈出來了 我們把它斬刀 切成塊 放在碗中備用 這時候我們來準備一些蔥花 把炒好的花生碎 和熟芝麻 放在一個盤中 接下來我們就把調好的調料汁 均勻地撒在斬好的雞塊上 再撒上我們的熟芝麻 熟花生碎 和蔥花 就這樣我們的口水雞就做好了 按照這種方法做的口水雞 非常的好吃 家人都非常的喜歡 您也不妨嘗試一下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朋友們再見 之後 感谢观看